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莉说电影 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 笑面推销员的第七篇 月台上的女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爱而不得的男神、女神 如果有天给你个机会 能够让你和亲目对象永远在一起 你会不会也毫不愈的答应呢? 今天,小黑的推销对象是银行的职员 纯一先生 纯一是一个非常向往美好爱情的男人 而且他有一个在心里藏匿的许久的暗恋对象 那就是每天和他乘坐同一辆公交车的一个女孩 虽然他每天都戴着口罩 可是光看他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就足以让纯一倾倒 这天,纯一目不转睛的望着女孩 连自己踩到推销员小黑的脚也没发现 小黑可是个走心的推销员 他巧妙的踏出了纯一的心思 并在下车后告诉纯一 自己可以帮他成功的接近女孩 纯一不可置信的离开了 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平凡普通 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自己根本就没有接近的机会 可是当他在工作的时候 又情不自禁的想起小黑的话语 也许通过小黑自己真的能接近美女呢 他不仅有些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太过于果断 不过幸运的是 在下班的时候他再次碰到了小黑 小黑得到他的肯定以后 毫不犹豫的去联系了美女 并让他明天等着好消息 纯一虽然有些不幸 但第二天看到美女时 他还是主动跟美女搭讪 但是美女好像没看见他一样的离开了 纯一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 看到小黑时愤怒的发泄自己的不满 然而小黑却告诉他 自己已经搞定了这一切 晚上的时候 美女会让纯一的家中做客 但是纯一要确定 他爱的绝对不是一副皮囊 纯一自然自信的表示 自己爱的是美女的内心 纯一幸福的把家里收拾了一番 等待着美女登门 果然美女真的来了 纯一激动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美女告诉他 自己可以和纯一结婚 然后就毫不容易的脱掉了自己的衣服和口罩 天哪 这完美的身材 天使一般的脸庞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可随后美女的脸突然开始破裂 原来她曾经整容失败了 这美的外表不过是面具的作用 纯一看着像魔鬼一样丑陋的女孩 吓得连连尖叫 可是事已至此 她再也没办法逃避了 负黑的小黑也满意的大笑着离开了 其实有时候 我们太过迷恋一件事情 导致于我们忽略了她的本质 关于爱情 我们真的可以忽略外貌去看内赛吗 就像男人说喜欢素颜的女人一样 她喜欢的只不过是素颜也漂亮的美女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 当一个人的本来面目 是裸裸的暴露在你的面前 你确定你能接受这一切以后 再做出决定也不迟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